徐若萱智丧 老公来台当奶爸 毕竟妈妈现在有事要处理啊 孝顺的徐若萱上个月底 原本与老公在北海道度假 因爸爸身体不适提前返台 没想到一日徐爸感冒 引起并发症病逝 享受64岁 苹果二日在东区儿童体势能运动中心外 先是发现Vivian的黑色保姆车 美多者就看到一群表情严肃的黑衣人 原来是她的老公 马可波罗海叶执行长李云峰 儿子Delton以及两个女儿 一行人搭车直奔Vivian住处 下车时只见李云峰 神情临重与女儿交谈 Delton则一脸懵懂 不知疼爱她的外公已经过世了 每个医生都说 很少看到这个生病这么重 还能够这么开心 很幽默 然后她现在一三五要洗肾 Vivian口中幽默的爸爸 八年前应该硬化原妇中国换肝 近千万费用都由Vivian买单 之后徐爸持续服药抗排斥 导致抵抗力不佳与元旦去世 Vivian经纪人表示 这几天她都还在处理爸爸的后事 证实也没办法整理好心情 她先生这段时间在台湾 就带小孩出去走走 至于徐父的丧礼日期等细节 目前尚未出来 娱乐动新闻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